新竹市长林志坚就职周年 新竹市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 对于市府一年来的施政成绩进行检视 日前市府也针对一年来施政成效进行民调访问 有六成民众对市府施政满意 相较于今年六月所做的民调不到五成满意度上升11.7% 对此国民党团质疑问卷民调的客观性 重点就是说市在人为市长的施政态度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说今天他当然施政上任才一年 我们相信他有很多很大的进步空间 这个民调我那天接受访问我也提过 这个民调是不是经过设计 是由他市政府自己来设计题目来做一个电话访问 我想这个的公信力是被质疑的 那当然我们不是在唱衰我们市政 我们是希望他更好 我们希望市政更好 我们希望市民能够享受到真正更好的市政福利 以及权益 而不是说用简单的民调来做一些搪设 陆平专案我们现在目前当然我们看到它的成果 目前的效果很好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长期性的 而不是表象的短暂的 新竹市政府行政处长张立科表示 在市政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还要多加努力 在陆平方面养护科表示 造成民众交通不便会加以检讨 避免类似案件发生 这次民意调查的结果 我们都是谦虚面对 那民调也显示有很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当然这个不管市府团队或市长本人的满意度有提升 这是包括议会包括国民党的议员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忙跟支持 这部分我们也很非常的感谢 那未来我们一定会更努力 谢谢 水沿街那个铺路的部分 12月12号是台电管线 台电单位它在降埋手口 然后12月19号是我们养护科的道路跑步工程 都刚好选在礼拜六 这因为事先开会各单位协调结果都是在一个在12月12号 一个在12月19号分别来施工 那当初没有考虑到水沿市场 因为礼拜六假日可能会比较人潮比较多会用色 事实上我们当初在评估的时候 这一点可能漏掉了 这个以后我们再来会来检讨改进 整个水沿街带跑铺的过程 事实上它旁边还有一条新沿街可以替代 所以我们当初会考虑说 白天来施作然后丰路来施作 就因为水沿街它的旁边新沿街 还是可以替代可以通行的 然后没想到做那个新沿市场的部分 就比较塞了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讨改进 共同管道的部分 这个当然在新开发的重化区 我们或是那个都市计划区 我们会来做 我们要求那个开发厂商来做 就是把所有的管线单位 一起纳到那个共同管道里面 这个当然就会以后挖掘的机会 就少得更少了 市长市政满周年在各方关注下 有包有便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为民服务的市政工作 越做越好 开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